作曲 李宕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千年星空如常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先的风光 借火焰去隐藏 残存的陷故忠常 身影甜蜜而知详 只为周波解尘的阻挡 要看五月的苍茫 只心闻到我彷徨 往前删了分裂的幻想 你问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我生命燃烧中相见 风天涯无怨 你决心的勇气未曾冥灭 还好有你同我携手向前 我还好有你同我身寻 你决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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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多少 神域界 三级 三级 这南海门人还真是身仓不漏啊 神域界一级 好 打得好 好棒啊 职兄 职兄 好棒啊 好棒啊 冯宋清代 你可以的 去吧 奇怪 它怎么高高低低飘忽不定啊 反正也只能出一箭嘛 高高低低的有什么大不了 七语剑二级 芸汐 你以后一定是个好师傅 你教的也不错嘛 不是我教的 但也还算不错吧 你们看 世界吃碎了 铁郎 你可以拔出第二箭了 你终于做到了 恭喜你啊 多亏了芸汐师兄的指点 你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铁郎 最后一位参赛者 张灵 张灵 你的强项不在仙道术 而是在这儿 队友 加油 加油 灵欲剑 二级 灵欲剑 他可真是第一人啊 原来还有这么低修为的人 这样的修为 怎么可能击破世剑石呢 对啊 3 4 吗 就是 一 我们都开设它 漂亮 天极破 天极破 漂亮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这么厉害 可以把它打破 对啊 殷琪 你可有厮授 张灵本门的仙道术 为什么张灵懂得天极破 徒儿 真的不知道啊 师父 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天极破是我苦思五年 一个月前才练成的新剑绝 因为与云琪的仙道术属性相近 故此三天前才把心法传授给他 但张灵却在今天的考核中使了出来 要不是云琪教的 难道是我教的吗 徒儿的确跟张灵提起过天极破的道理 可是徒儿真的没有把心法传授给他 况且徒儿还没有练成天极破 师父 云琪不会说谎的 对啊 爹 张灵机智过人 说不准他从云琪师兄的话中 悟出了天极破 那也说不定啊 那你为什么要跟张灵提起天极破 你是否没经我批准 私自传授张灵本门的仙道术 你可知道 私授本门心法 是要废掉一生的修为的 云琪 你这是默认吧 师父 徒儿知错 求师父惩罚 你 师父 教授张灵是徒儿的意思 不关云琪的事 不是的 一切都是云琪自作主张 跟坤乱师兄无关啊 爹 是女儿求两位师兄指导张灵陷道术的 与他们无关 要快就挂在女儿身上吧 不 师父 是我的错 不是的 是徒儿叫张灵的 跟他们无关啊 住口 菲菲你说 是你的主意吗 师父 菲菲说 张灵曾经救过女儿的性命 女儿只是求师兄指导他仙道术 与座报答 况且 张灵本来就懂得本门的古灵符魔学 云琪师兄只是烧家提点而已 你可是张灵为什么懂得古灵符魔学 他不肯说 他当然不肯说 昆仑 告诉菲菲 张灵的父亲是谁 张灵的父亲 是张大顺 张大顺 是五岳先盟那个弃图 张大顺 也是杀死你娘亲的凶手 不 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此事五位盟主亲眼目睹 皆可作证 你看 你看 他们在那儿 是啊 你们兄弟俩 刚才真是大出风头啊 我们一个是气玉界二级 一个是灵玉界二级 论先盗数一个排名倒数第一 一个排名倒数第二 我们能出什么风头 但铁郎可以拔出第二件啊 张灵以灵玉界二级的功力 竟然也可以跟其他人一样 把世剑石打碎 你们两个深藏不露 这境界可真是在我们大家意料之外啊 这都要多亏了云奇师兄的指点 你那招也挺厉害的 谁教你的 我那招也是云奇师兄教我的 他告诉我了一些剑法的道理 我回去呢 自己胡乱地试炼了一下 发现像我还可以啊 不是还可以 是非常厉害 就是啊 什么时候有空也教教我呗 没问题 几早点 我们也要教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 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吧 好 一言为定 对了 万事找你们 你们喜欢走就去找他吧 可能跟你们那条护甲有关系 真的啊 张灵 铁郎 我们等会儿去萧阳门购物 一起去吧 好啊 走 一会儿见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执法队送的 说是要给我们的修为做个指标 哦 那还挺好的 你看 昆仑和王伟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问道者 不是他们 问道者 我们跟他们实力差距那么大 能成功吗 其实你的实力跟他们的差距也不大 你的整天拔刀术加上新孵化的御神器 本就应该达到契域界四级的 只是你把一剑当成了两剑用 所以才成了契域界二级 进步空间很大 你也是 当然了 飞飞 飞飞 你干嘛 与你无关 让开 飞飞 飞飞 飞儿 骗子 骗子 菲儿 你冷静一点 菲菲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问她 她的父亲是谁 说呀 说呀 我父亲是张大顺 张大顺不就是 五月先盟的企图吗 听师父说 仙道界七大谜团之一 五月企图仙道界之耻 就是跟张大顺有关 张灵 当年你爹究竟做了什么呀 我只知道 当年我爹爹 被五月先盟所弃 其他的事情 我爹爹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听师父说 张大顺曾听 修炼狼族的妖术 修炼妖术 难怪成为仙道界的耻辱 张灵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 你父亲就是杀害 我母亲的凶手吗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五位盟主 都是现场的目击证人 难道还有假 不可能 我爹爹不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你再也不会相信我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杀了我 为你母亲报仇吗 凤凤 菲菲 菲儿 放下去 菲菲 站在你面前的 是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张灵 不是他爹爹 菲菲 让他们见一下吧 我不管张灵他爹做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队友 走 去西安门等我 我去找菲菲解释一下 能有用吗 你别管了 交购我吧 走 你别管了 张公子 喝杯茶吧 您好 请问有御神器吗 这边请 我想看看有什么法宝 我想看看有什么法宝 好的 几位这边请 张老师 都 休闕 少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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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我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受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些话 我要说的是 不管张铃他爹地以前做过什么 你都不要怪在张铃头上 不要再说了 不 我还是要说 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反目成仇 所以 就算张铃他爹做了什么 你都不要怪他可以吗 他以前就跟我说过五元先盟不喜欢他 是因为他早就知道 他爹爹是我的沙母仇人 那他为什么骗我 为什么隐瞒我 张铃说不知道 那肯定就是不知道的 我们是好队友是好朋友 他不会骗我们的 你以为他不会吗 你以为是谁告诉我 你爱上了我 你说什么 你说是张铃告诉你我爱你的 那我在被尹将军附体的时候 听到那些话都是真的 是你让我亲口跟你表白的 是 不 这不可能 我问过你 你说没有 我也问过张铃 他也说没有 而且我问过不止一次了 你们都说没有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我们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你 那就可以骗我了是吗 天狼 天狼 张铃 你跟菲菲说什么了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你把我们抛温泉师说的话都告诉他 而且你知道菲菲让我跟他表白 你欺骗我你出卖我 对 我什么都知道 是我欺骗了你 是我出卖了你 现在你想怎么样 想动手打我吗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 咋呀 都结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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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小姐正在等着二位 小三位二位带路吧 为了这套战甲 我可是翻遍了逍遥门所有的古籍 只找到那么一点线索 你们看 这个符文可是大有来头 你们知道幽灵异乡的一气小队吗 就是千年之前 一世郎帝做前最精锐的部队 尹将军就在其中 而当时最厉害的名叫狂将军 这个符文就是当时狂将军独有的符印 有关狂将军还有一个传说 据说他的妖力强横称霸狼族 但在太初禁士期间 却遇上了仙缘 受到了仙人的点化 开始修真练道 最终在阵前悟道卸甲逍遥而去 所以啊 这套战甲很有可能就是狂将军 千年之前所穿的那套战甲 要是真的 那这套战甲拥有不可思议的灵力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们这次得到便宜捡到宝了 喂 你们有在听我说话吗 你说完了没有 没有 这两件战甲可是完整的一套 若是你们强行把它一分为二 那么威力一定会大减的 听到没 小三送你们回去吧 小三 他们这是怎么了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嗯 怎么样 菲儿呢 在里面 哎 哎 怎么了 很少见你不开心啊 还在为天机破的事内疚呢 那就是因为菲儿了 是张灵 按照实力来说 张灵的名次虽然垫底 但论悟性却是在所有人之上的 这一点 似乎已经被证实了 这样可怕的学习能力 倘若成为队友固然可惜 可是一旦成为对手 一定会非常棘手的 而且 他又是张大顺的儿子 竟这么一折腾 是敌是友也分不清楚了 这么晚了 来灵天殿做什么 别忘了 我现在还是你师父 若动机不纯 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我想和太医见一面 有些话要说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太医对你成见很大 现在还在气头上 你要是进去了 恐怕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只想替我父亲讨个公道 恐怕我还是得阻止你 我可不想亲手交出来的徒弟 今天就被赶出先盟 失去问道者的资格 从试炼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你背上的烟云散时 太医就已经知道 你是张大顺的儿子 企图的孩子重返先盟 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太医非常恼火 想取消你的资格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绝对没有太医说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没有赞成 照你的意思 我还要谢谢你喽 不必了 我只希望你能知道一个道理 张大顺让你来闯阵 绝不是任意之为 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从你的身上 看见了他的影子 他对你的每一丝教导 都是希望你能有一天 成为问道者 而你呢 却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委屈 不计后果的 为了寻找自己都没有办法 证实的真相 张大顺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不是让你拿前途来当儿戏 成一时口舌之快 张岭 你要是想知道真相 就必须努力去挖掘 因为在张大顺的心里 你是他唯一的希望 只有你 才有资格知道真相 只有你 才能为他洗刷冤屈 也只有你 才能担当起拯救 三界苍生的责任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五千月 五千月 爹 菲妃 什么事 我想知道张大顺那天 杀人的经过 这件事我不想再提 你只要记住 张大顺是武裕先盟之耻 是你的弑母仇人 这就够了 爹 时候不早了 你去休息吧 爹 我不回去 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我 我就需要把它搞清楚 为什么 张大顺和我娘亲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要杀他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会让一个人变成这样 是不是张灵和你说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所以我才想不通 爹 张灵他曾经救过我 如果没有张灵 我可能在山下 早就被桃花妖给杀死了 我和张灵 一起经历生死 一起闯关 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 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 他的父亲是张大顺 是杀死我娘亲的人 这到底让我怎么去接受啊 你 等到昆仑成为温道者的那一天 爹就会把一切元勇告诉你 你 爹 爹 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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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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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 浑身酒气的 快起来 你是谁啊 我是琉璃啊 琉璃 就是那个让我很头疼的小活了呀 那我不烦你了 不要离开我 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你在说什么呀 谁离开你了 我爹早八岁的时候 就离开我了 从那天开始 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活了 开心不开心都没有人知道 没想到在这生死边缘 竟是你陪在我身边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的秘已经交给你了 你是我的 你怎么回事 我就说你儿子 你了解我 全然是你 你腹子 你不能走 你了解我 你了解我 你来 你早知道张 üç夫琴的事了 只是把人之后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在我知道的时候 你们已经是朋友了 你说 我是不是做错了 朋友也是缘分 做不了朋友也是缘分 缘分这件事啊 就连天上的神仙都控制不了 你 何况我们凡人 刘萍 O 10 摇 声音乐 好 喂 你就这么走了 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不是 我昨天晚上喝了太多酒了 如果有什么冒犯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你无意的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那你有意的就什么都可以发生了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 昨天晚上我们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责任需要负的吗 你把自己喝的烂醉 让人失望 那你是不是得负责啊 你的意思是说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吓死我了你 我还以为我跟你干了什么呢 干了什么又怎么了 我是狐狸精 我跟男人发生什么又怎么了 你是无所谓 可我确实有无所谓 算了不说这个了 你找到对付九鬼狐的方法了吗 没有 不过我想了一个阵法 需要你和铁狼合作 或许会有千分之一的可能 打败白千鸡 现在恐怕连千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跟你隐瞒铁狼的事情 让铁狼知道了 他已经跟我闹翻脸了 那你怎么解释的 我怎么解释他会听吗 他可是铁狼啊 觉得像逗牛一样 时间不早了 我得先回去了 第三关训练随时可能开始 万一我回去晚了 指不定那个练屁线 用什么恶毒的方法对付我呢 告辞 什么 你们发现了九尾湖的下落 五月 戒法 大精灵 聆听有要事禀告 已经找到了九尾湖的下落 还有原始圣甲的消息 你小心点 你打到我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故意得怎样 我早点想打你啊 脑子比蚊子还小的大笨牛 打牛怎么样 你说谁是笨牛 没有 练了 咯 你 popular 你们两个废物 到底是在干什么 一个光有蛮力 脑子是木的 一个仗着自己聪明 就庞骛太多 能在摩羯成道大阵中 存活到现在 就是因为你们 还能互补不足 才能在九死之中 寻找一线生计 今天竟然像疯狗一样 乱咬乱废 也不看看自己 是否有分裂的本事 果然废物就是废物 摩羯成道大阵第三关 就要开始了 你们本来九死一生 现在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关终于要开始了 根据聆听的消息 九尾湖正在苍茫古城附近的极恨种出现 这牧种是商朝后人建造的 相传牧中除了葬着昼王的遗骨以外 还收藏了一件仙家易宝 但因为有仙道术的封印保护 故此多年以来一直未有人进入 此刻九尾湖已经把苍茫古城占领了 并且用妖术冲破极恨种的封印 根据本作推算 极恨种就是庄王墓 当中藏着的易宝 就是第一件原始圣甲 摩羯成道大阵第三关 将不会淘汰任何人 二十名闯阵者将分为七队 能夺得原始圣甲的仪对 便可以得到仙道界的灵药 万木金丹 万木金丹 万木金丹是五月仙盟 五位开山祖师留下的珍贵灵药 只有三颗 服用以后可以修为大增 这是你们绝佳的机遇 绝对要好好地把握 知道吗 知道 好 第一队 昆仑 云琪 东皇飞飞 第二队 巨熊 尤不凡 龙颖儿 第三队 韩商 韩宫 韩羽 第四队 孝千秋 天心 美空云 第五队 王伟 九月九日 第六队 韩不冬 夏宇 风小玉 第七队 张灵 铁狼 仙衣队 囚龙 金子 罗刹 随大队同行支援 大家立即收拾行装 即刻启程 摩羯城道大阵 第三关正式开始 万木金丹 是摩羯城道大阵的取神关键 所以这次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得给师父夺回来 明白了吗 明白 为了争夺万木金丹 别的组一定会不择手段 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绝不能让金丹落在别人手里 知道了吗 好 这点气势哪儿够 来 师父给你们打气 一二三 一定上 第三关绝对不能输 一定要夺得原始圣甲 赢得万木金丹 知道 有了万木金丹 你就可以突破神域界 进入虚域界 到时候 问道者就是你了 托儿一定不负师父寄望 好 我看你们两个这个样子 真是让我讨厌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们要是还这个样子 那很快我们便不用再见面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一定会比你活得长 我也还是那句话 你们两个联手 还可能九死一生 否则 就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关 将会是对你们最重大的考验 希望大家尽力而为 创真者们 出发吧 是 我们这次啊 一定要拿到那个万木金丹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的呀 找到对付九尾狐的方法了吗 没呢 不过我觉得 你肯定能打败九尾狐的 你有信心啊 我可没有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你啊 就连那个讨厌的东黄飞飞都不理你 你不是只和铁狼闹别扭吗 我不想说 说嘛 不想说 哎呀 你快说嘛 你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就问多黄飞飞了 你敢 怕了你了 边走边说吧 不敢 愿春风负面 眼珠去念 还愿春风负面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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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唯一 不肯定 空飞楼 唯一 可知 隔着迷途还要伴你 撑过世间的北欲花 算不尽的爱汉中沮丧 解脱别彼此守难 泪沙染如冰烟火烟 再恍然 真爱 战不断的青丝里还乱 纷飞落进影院段 隔着迷途还要伴你 撑过世间的北欲花 算不尽的爱汉中沮丧 解脱别彼此守难 泪伤染如烟火烟 在荒原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